很久遇到他家里一个亲席是舍佛的 知道大师之佛是西方三圣之一 然后再打听应光法师也没人知道 过了很久这才打听到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应光法师 真的现在在上海主持这个护国席在发会 于是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到上海去拜见应光大师 就把他梦中讲的这个事情云云本本的告诉老和尚 老和尚听了之后面孔一半 狠狠的教训一声不准胡说 你一再要胡说永远不要来见我 不准胡说 而且观音菩萨在梦中告诉他们 大师之菩萨再过四年就圆极了 那么他是这样去皈依应足 四年之后果然应光法师圆极了 他才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 于是否大家晓得 应光大师是大师之菩萨再来的 你看 有人知道他知道的人只有一两个 绝对禁止不可以宣扬 不像现在人啊 现在我在美国听到了 有人说他是文殊斯利菩萨再来的 到处宣传他也不走 很多都说是什么佛再来的 菩萨已经不行了 已经不够大了 要穿什么佛转世佛再来的了 这是胡造谣言啊 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要明了 那么再往前面推定 菩萨忠心的祖师 廉耻大师 偶遇大师 他们的身份没有破路 虽然没有破路 在我们想象当中啊 他绝对不是普通人 你看 偶遇大师 注的《弥陀经要解》 他这个著作是九天写成的 应光大师对于这个注解的赞叹说 即是古佛再来 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那我们现在晓得 应光大师是大师之菩萨 大师之菩萨对他这么推崇 对这么赞叹 这个偶遇大师 要不是阿姆陀佛再来 那必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 这是我们根据映族啊 这一句话来推想 如果不是佛 佛菩萨再来是决定不可能的 魔法众神 苦啊 要想得度 难啊 静宗法门 要教大家相信 难上之难 那怎么办 这个事情佛菩萨要不再来帮助我们一把 我们得度的语言份就没有了 明国初年 出现了一个下廉居居居居 这个居居居身份没有佛路 但是 他有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瑞相 我们见到了 现在 我们印在经本上那一张照片 那个照片里面就有东西 主要细看 会发现 他照片顶上 有一尊佛像 鞋子下面放光 不可思议啊 我前年在迈阿密讲经 迈阿密这个地方啊 那个奇奇怪怪的人很多 就是我们一般讲啊 有神通啊 有天眼啊 有他心通的人啊 很多 而且有史都是外国人 外国人当中 有很多人呢 不是佛教徒 他们有通 有这种特殊的能力 对 那个地方是个很奇怪的地方 许多奇人 我在没有到达迈阿密之前 曾仙伟居师 将下劳居士的照片 给这些外国人看 曾仙伟也挺喜欢神通的 也很好奇 他拿这个 考一考啊 那个有通的人 看他这个通是真的是假的 叫他看这个照片 这个人怎么样 问他 那么那个外国人就说了 他说这个人呢 全身是透明的 曾仙伟居士听得很奇怪 看到照片又没看到人 他的身体是透明的 告诉他这是大菩萨再来的 不是普通人 又告诉他 这个人现在不在世了 已经远及了 走了 他在世的时候 也不太出名 所以讲的都有吻合 曾仙伟告诉他 告诉过他 这是从照片上看 他说很奇怪 他怎么会看到这些 所以彻彻实实 如果不是大菩萨实现 这个经典的会集 会集到这样圆满 做不到 为什么呢 前面第一个会集的 王龙叔居士 这宋朝时候人 很了不起 过时佛时 都有很深的造诣 而且自己往生 是念佛站着往生的 这样好的瑞相 足可以给后世人做证明 会集没有过时 如果有过时 他怎么能站着往生 可见的 他对于尽忠 依旧是有很大的贡献 因为会集本 有瑕疵 不是很圆满 不是很完善的 所以到后世 有彭基钦的 有调教本 有未原的再会集本 那么这些本子 地球后后胜 于前前 于是后来会集的 都比前面的本子好 但是这些本子 英光达斯结果 多批评 不失善悲 取舍不脱当 而且最忌讳的 改动了经文的原文 这是很大的忌讳 所以英族有批评 那么向而连续这个本子 出现之后 英光达斯圆起了 英族没有看到这个本子 如果看到这个本子 我相信他老人家点头了 这个可以了 可以流通了 汇集得非常精确 多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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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